所以受傷過的皮膚,它會修復對不對 那修復有兩個條件,第一個就是要 欠的東西要補回去,第二個要有秩序 譬如說,真皮、真皮、表皮、表皮、血管、血管 皮質腺、汗腺、汗腺 這個補回去像皮質腺、汗腺、血管都不一定能補 但是真皮其實都還補得不完全 真皮很多的膠原蛋白、膠原纖維 它可能用另外一個纖維來補 所以會補,但是補的可能不同類 懂不懂,所以怎麼做呢 外科的做法就是,我再創造一個新的小疤 來代替原來的大疤 那以前當然是用開刀的方法,叫做擴長素 就把一個傷口再割一次,讓它整齊一點,長得好一點 就新的整齊的疤,代替原來的不規則的疤 那現在可能比較精細就是用雷射 雷射其實是一種新的疤,小疤,代替那個舊的老疤 那有機會會好得很好 但是通常它的結果就是,如果效果很好 就是把那個疤變得暈暈的 暈暈的,也不會是完全看不見的疤 就暈暈的疤啦 所以如果說,你對那個疤很在乎 而且無藥可治,只好去試 那擦的東西治療疤大概都是保護血管的